大家好 我是查理旺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现场写生的我的频道 那我现在呢是在一个公园边上的一个道路边上 我们可以看到远处有一栋白颜色的房子 那我就准备来画这栋房子 那我在画的时候呢 我先是从天空慢慢的往地面来画 我用的这个纸呢是一个圈装的这种本子 它的好处是方便 但通常情况下这种纸呢都不是特别好的纸 只是为了方便 我也是刚才在这里运动散步 然后带着画画的工具呢 就在这里看到了就开始画 那我现在在画的时候呢 蓝天的整个的基调出来以后呢 把天上的云彩呢稍微点缀了一下 因为今天的天气呢是一个雨后 还没有天晴的这种比较明亮的一种光纤下 整个的色调呢是比较暗淡的湿润的 我现在呢再画一下 确定应该叫做确定一下 屋顶的位置 因为它是我的这张画的主要吸引物 所以我是先把它呢定一下位置 然后画上左边的这个树 在这种阴天的因为光线呢 它比较含蓄 不是很明朗 所以灰颜色的内容就是 是比较重要的 从在这种光线下呢 一般不会出现一些比较鲜明的颜色 在这种灰灰的调度里面呢 控制颜色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那我在画的时候呢 因为我的时间点呢是下午的时间 如果等一会儿有太阳出来 那么阳光会从我的左上方出现 所以它的光感的话呢 我预测或者是我观察的现场呢 也能够看到是这样子的 就左边呢 这个树它是偏冷的 然后呢逐步向下呢 颜色开始我加了一点绿色 它开始变暖 蓝颜色是颜色里面最冷的颜色 所以你在蓝颜色里面加任何颜色 颜色都会是向着暖色的方向去变化的 我现在呢是在画这个房子下端 花园里的那些植物 这些颜色可以看到我的颜色在变 就是开始有点橄榄绿的这种灰 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呢 是因为我们的光尽管是没有明朗的光线出现的时候 但是光的大光源那个光源的方向 还是我的左上角的 所以左边的树呢它是逆光效果 而右边这个树呢它会受到一些顺光 所以它的颜色呢开始变 那我现在呢那右边的树呢开始变暖了 可以看到它是一种橄榄绿的灰灰的橄榄绿的颜色 再往近处 近处的树是有点发红了更暖了 当然可以看到我的颜色呢也用的更浅了 这是那个下面的柵栏 因为我的主要信物呢是建筑 所以我在画右边的树的时候呢是画的比较轻松的 就大致上示范一下 示意一下 这是一棵树 是一个在一种光线下的一棵树就好了 所以不会去刻画它的细节 就大致上示意一下 可是就是现在的这样从左边画到右边画到右下角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已经有了空间感了 就是光的方向感和众生感 现在画的左下角呢 这个是我会画上fence 就是折过来的院墙 它会有投影 刚才这样画了一下以后呢 这个房子这一块它已经干了 就比较干了吧 所以我可以再一次再画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更加明确一下屋顶的形状和颜色 水彩呢 因为它是一个靠水来调节的 无论是深浅还是有很多一些效果 所以对水的把握呢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是像这种比较简单的纸 就是比较薄一点的纸的话呢 你在画的时候要比较小心 因为它不适合你改来改去 或者是做更复杂的一些技巧的这种运用 它只能很轻松简单的去表示一下 我这边总是有一些车 不停的有车过来过去的 这个呢算一个小区里面的一个 一个比较重要的道路吧 通过这些车流 你也能感受到这样一个居住片区里面的 这个生活气息啊 我现在把这个柵栏上的木柵栏的这个条纹 一块一块的木头 它定成了这个fence 在这里在墨尔本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嗯 每个家庭之间的隔离的工具 这是柵栏拐弯的地方 左下角 这是那个房子的一个工具房 看起来像一个工具房 我在画的时候 我已经不觉得周围的环境会怎么样的 因为我的注意力呢 是非常集中的是在我的画当中 我总是回过头来 我在看我的视频的时候 我才发现现场的声音挺多的 这个呢也在提醒我 就是我在画画的时候 应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因为当我注意力在画画的时候 我可能会把周围的一切都给忘记了 第三次来画这个房子这个屋顶 它刚好是两边受光 就是一边呢是正面光 一边是反光 我现在是两边都能看得到 我在画的时候呢 因为没有打铅笔稿 好处坏处是很多细节 我需要在画画的时候 慢慢的去琢磨它 好处的是呢 是我可以很轻易的改来改去 那么到现在这个样子 基本上这个画的它的样子呢 或者它的构图定位啊 都基本都出现了 这应该还是 嗯 心里比较有数了 强调一下左下角 然后呢 把这个fans 院墙里面的光感呢 给强调一下 其实这里面的这个颜色变化呢 你要是多讲究一点的话呢 它会有更多的一些趣味出来 就像这个树顶上 我现在强调一下树的光影关系 把背光的部分 刚才加了一点颜色 然后再把受光部分的颜色呢 也加了一点偏暖的颜色 这个树呢 就开始有光 有一点立体的感觉 就开始出来了 强调一下光的感觉 其实现在就是太阳有一点出来了 有一点光感的 天空也开始变得 现在是看起来是明亮了一点 好了 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这棵树 加到红颜色以后 光感是不是更好了 一张比较简单的一个绘画的本子 我画了一张 应该是在一个比较好的纸上 比较复杂的一张画的内容 但是应该画起来还是比较顺利的 车流依然过去 我呢 这张画呢 也就画到这里 应该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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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